抢完发在微信群的活动费立马退群 群主添加微信被拉黑 一气之下带着记者来到男子的工作单位讨要说法 面对群主的质疑 嘴硬的男子不仅不肯道歉 还借口说是点错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夏先生告诉记者 他这个人喜欢亲近大自然 节假日经常会叫上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去露营 为此还特别搞了一个微信群 每次组织活动 群友们都会积极响应 前段时间夏先生组织了一次为期两天的露营活动 群里有30多人参加 为了让大伙玩的尽兴 作为群主和活动发起人的夏先生 忙前忙后操碎了心 众人的露营设备和吃喝 都是由夏先生帮忙张罗的 夏先生事后向参加活动的群友 每人收取150元的活动费 群友们图方便 用发红包的方式 把钱发在群里 红包的备注上面 都会补上一句感谢的话 群友们一开始还以为是新加入的成员 不小心点错了 就在大家让他把钱退回来时 才发现对方领完红包就退群了 发生这种事情 大家都很气愤 通过查看红包记录 夏先生发现对方的昵称 是一家健身房的名字 头像的照片也很像健身教练 群友们纷纷为夏先生触谋划策 最终通过在网上搜索当地的健身房 终于找到了这名男子 夏先生见到对方没有理会 又以顾客的名义 添加了男子的微信 不过刚打完招呼 就被对方拉黑了 夏先生一气之下 带着记者来到男子工作的健身房 夏先生刚进店 就在墙上发现了男子的照片 照片里的男子 和群里的微信头像非常相似 由于男子请了假不在店里 前台通过电话帮忙联系上男子 对于男子不小心点错这种说法 夏先生并不接受 质疑男子既然是点错的 为什么不把钱还回来 为什么领完红包就立马退群 夏先生表示 150元的红包虽然不算多 但擅自领走非常可耻 最让夏先生感到气愤的是 自己都找上门了 男子居然还把他的微信拉黑 摆明就是想抵赖 你主要怎么把我给拉黑了就 我发给你 哎呀 现在就不是发不发的问题了 对不对 两包阴险的事 非得做出这样的事 我觉得不合适 面对夏先生的质疑 男子在电话里支支吾吾说不上来 挂断电话之后 重新添加了夏先生的微信 随后就把钱还了回来 记者好奇 群里为什么会有陌生人 夏先生告诉记者 他之前在公众号 发布过几篇关于露营的文章 还在文章结尾 附上了微信群的二维码 由于没有审核限制 任何人只要扫码 都可以进群 经过这次教训 夏先生修改了进群审核 对于此事 你怎么看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点赞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期再见